为了营造舒适安全的交通环境 华联施工所4月6号到9号 在和平路举行了 乡道及市区道路的重要路段养护工程 市长威家彦特别前往视察施工进度 期盼可以尽数克服天后的问题 如期如值完工 而在施工期间造成交通不方便 请民众可以多加包含 和平路是连接花联市与吉安乡的重要路段 往返车辆频繁 华联施工所4月6号到4月9号 在和平路举办112年度 乡道市区道路重要路段的养护工程 市长威家彦也特别前往视察施工状况 在这边原本预计是在昨天的和平路 要进行铺设的一个动作 但是因为下雨 然后也担心我们周边学校的一些学生 跟一些家长要接送的问题 所以我们改在今天 那一大早我们就进行铺设了 那在这边也希望 也对我们用路人要跟用路人说一声不好意思 那我们今天可能在铺设的可能到下午 会预期到下午 或者是说再晚一点 傍晚就会完成铺设跟划线的一个动作 然后还给民众一个安全平坦的一个用路的空间 在这边我们也要感谢 不管是在我们上级单位的一些经费 还是我们华联市公所这边 我们一些铺设道路的一些经费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改善 那我们会先看一些路段 有一些不管是我们各级的民意代表 或是我们一些里长的反应 我们会评估路段 然后来做铺设的动作 为了避免道路跑步之后重复补丁 华联市公所也奠定了道路线挖旗 除了有急迫性的民生需求之外 禁止各个单位在完工两年之内再一次开挖 而这项道路养护工程 是由华联县政府补助金费425万 施工的范围是从和平路临正街口 到和平路临生路口 全场有376.5公尺 这里会欢迎室报道